为了各位我们一起看天气 今天东北风稍稍的增强了 所以在银峰面的北部跟东部地区呢 云量增多了 局部地区还有下起了一些短暂争云 不过呢这波东北风它的强度并不是很强 而且移动的速度很快 所以预计呢明天就会快速减弱了 明天在西班部地区呢 都会回到一个比较稳定又晴朗温暖的好天气 就只剩下偏东风银峰面的东部地区 还有一些震雨而已 所以整体来说呢 在这段时间呢 中南部地区其实受到东北风的影响都不大 反而也因为这样子吹着东风 东北风呢是位在背风侧 扩散条件持续的不良 所以预计呢未来这几天 中南部地区的空气品质还是非常的差 提醒敏感族群外出就要记得戴上口罩了 我们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今天呢有一波微弱的东北风增强 带来一些水气跟凉空气 但是主要影响的区域还是落在 只有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中南部地区呢 依旧是维持非常稳定温暖 而且晴朗的好天气 那么预计看起来呢 在未来这个星期呢 陆陆续续会有几波东北风增强 但是同样的都只有影响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中南部地区呢都是位在背风侧的 所以未来这一个礼拜呢 北部地区会有几场的降雨 但是在中南部地区会维持一贯的好天气 好天气的情况之下呢 空气品质就很容易不凉了 真的特别提醒您啊 外储真的要记得戴上口罩再出门了 好我们进入来看一下降雨的时间点 明天呢 就是这个东北风 迎封面的北海岸 东北角东部地区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那么呢在西半部地区 背风侧都是维持好天气 就连呢台北市哦 其实在今天有一点点零星降雨的地方 明天呢预计也会回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天气 礼拜天呢 更是全台各地都是转成好天气 这个时候呢要特别留意空气品质很容易 在西半部地区又要产生一次大规模的空污事件了 提醒您要多加的注意哦 那么呢在礼拜一 这个礼拜二呢 又会有另外一波新的东北风增强 到时候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又会开始再度的转成一个比较湿凉的天气形态了 好所以来看一下今天晚上明天清晨 西半部地区都是好天气哦 不过空气品质持续的是比较不好的 敏感族群要记得戴上口罩 那么呢在大台北地区东部地区 有机会出现一些零星阵雨 一直到明天哦 其实在东部地区天气状况都还是比较不稳定的 前往东部地区要记得攜带雨具 那么明天呢从台北一路到高雄屏东 都是维持好天气 可以放心从事户外的行程 但是中南部地区空气品质持续的比较差一点点哦 所以提醒您外出活动 要记得戴上口罩再出门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